这是一只钻满环境的争广 将其注射到人身上 立刻成为了活死人 而大量的日本武士 在二战中被注射了这种药物 他们一直留属在日军的731实验基地 直到这天 几个盗墓贼传了进来 他们与武士一面相撞 武士立刻朝他们冲了过来 盗贼近钻 立刻掏箱射击 可根本没有用 就在这时 武士一刀割断了来人的鼠臂 几人吓得赶紧逃跑 黄毛想要关门 被一刀刺窗 接着 武士继续向前推进 对着黄毛再次捅了过去 可怜的黄毛已经快不行了 可凶伤的武士还未熟熟 又举起刀朝着他的太阳穴刺了下去 而一般的同伴 仍然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了无意 为了保密 他们逃进了密室 打开下水道盖 从另一侧逃了出来 不料 后面的武士也跟了过来 面对日军的熟墓人 武士举起了长刀 一刀下去 熟墓人一直接割喉 看着盗贼逃离的方向 武士则继续推进 面对活死人的阻拦 武士再次取消了长刀 让他们的面造取出 成为武士的班凶 而不知心的盗墓贼 突然被攻击 两人 逼直接打倒 轻军一发之际 短发妹捡起了地上的石头 朝着活死人打了过去 与此同时 小黑也捡起了地上的刀 朝着活死人抖了过去 然而 危机还未解除 武士追了过来 他们赶紧躲进密室 锁上铁门 武士近撞 立刻开始钻击 他们只能拼拼顶住 而后面 远远不当的武士 冲了过来 就在这时 女人发现一条暗刀 打开后 女人和大转跳了下去 留下小黑一段后 没一会儿 武士就推开了天文 小黑想要反抗 可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被武士推倒 随后 武士拔出了长刀 面对小黑的攻击 武士一个180度旋转 一刀割向了他的肚子 就这样 小黑淋了河放 武士再继续向前走向了通道 随后静止跳了下去 此时 逃跑的两人 把反面率先逃了进去 挂了一会儿 女人钻出了水面 当男人 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赶紧游向了岸边 就在这时 水里冒出一个黑影 是武士钻了出来 朝着女人走了过去 女人拿起木棒 想要反抗 被武士直接打倒 接着 武士举起了长刀 而后面的武士 也开始来登陆 准备发起新一轮的 屠杀